大连普兰店区沙包镇角沟村的设施农业园区 大连绿鸭鸭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卢士林 正在大棚里采摘西红柿 临近新年 市场需求量大 他两天采摘一次 每次要忙一上午 采摘1400多斤 角沟村的设施农业园区总面积900亩 共有600多个大棚 日上市量达200多吨 设施园区里的蔬菜可以多查循环种植 农户正吉波家的云豆刚刚收割 他又要准备栽植黄瓜 下午就要来庙 当时村节窃后啊 我可能不去情况吧 也就能下来吧 希望明年有个好生生 不断两个钱 我可以 我估讨